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随时随地开着的新闻都随时看到 在24小时播放 另外还有很多人戴着面具 有些面具都挺惊吓的 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而觉得很不安 甚至有些人因为这样睡不着 发愕梦 甚至整晚不断扎醒 都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第一集提过马边草的性格情绪 和Unfriend朝的人很相似 其实有没有其他花花草草 是和受惊吓的病人相似的呢 就是在古典花草里面有一种花草 叫Star of Bethlehem 即是圣星百合 在古典花草里面 有一种花草叫圣星百合 也是非常适合的 圣星百合是很适合用在震惊 惊吓而导致的肉体情绪和精神影响这方面 内在的麻木状态 令人感到是难以再次适应的 植物的生长形态里面的语言 就是这样表达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它是很奋得的 很多睡的 是非常之沉睡的 它就被称为Lady Eleven O'clock 即是十一点后的女士 它只是在阳光曬得很静的时候才开花 它就是说它一直要睡到中午才开花 太阳收了它就收了 开花期就只有几天 而沉睡也代表着 一些受精之后 精神情绪能量凝制的状态 就好像一些叫做什么 即是创伤者的后遗症 即是换句话说 人也是很麻木的 好了 另外就是阳光之下才开花 如果我们要做它疗剂的时候 就一定在阳光之下 开花的时候 我们就拿去做疗剂 是有换醒麻木 和重新抖掃精神的效果 这个就是它的两极 一边就是沉睡 另一边就是重新换醒麻木 另外第三就是 它还会在连续下几天大雨之后 它才会开花 也就是换句话说 聖星百合是两种情况才会开花 要么就是太阳晒到井才开 如果不是的话 就连续下几天大雨 就令它有震惊的感觉 受惊之后它才会开花 这个就是聖星百合的特色 原来花疗也挺有趣的 原来花花草草也有它自己的性格 那顺势疗法就说 like kills like 是指是简和病人相同性格的疗剂 其实应该这样说 其实顺势疗法 它的相似者能治愈 like kills like 其实是很有科学性 基本来说 我们要透过很多的验证 才能够确定它究竟和什么相似 因为这个验证 其实是由200多年前 顺势疗法的创始人 哈尼曼医生由他自己趁时开始 1790年的时候 1790年的时候 哈尼曼医生在翻译外国的医学专刊 就翻译卡尔伦教授的一篇论文 就说甘加勒纳救治疗药质 论文里面就说 甘加勒纳救治疗药质的理由 是因为他性未甘苦 但是哈尼曼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药物专家 他就会觉得 在他认识很多药物里面 都有很多药物是性未甘苦 但是他们又不断治疗药质 很明显性未甘苦 不是治疗药质的真正有 为了寻求甘加勒纳救治疗药质的真正原因 他就自己亲自服用甘加勒 在服用甘加勒之后 他就发现 他自己的身体 产生了所有药质的症状 好了 当一段时间之后 他不再服用了 那药质症状就慢慢消失了 好了 当他再吃的时候 那些症状又再次重新出现 在这个实验中 哈利尔曼就发现 甘加勒之所以能够治疗药质 不是因为他的性未甘苦 而是因为药质 因为甘加勒在健康的人体身上 产生人工疾病 嗯 所以自此之后 这个验症就一直延续 到今时今日 我们所有的疗痣要去开发出来 要证明是和什么症状相似 和什么人的相似 就全部要透过验症 而验症的时候 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叫做 精神情绪肉体的连贯性 而在我们的验症里面 亦经常发现精神和情绪的层面 验症出来的结果 和那些疗症的仁义象学 是非常之相似的 究竟什么是仁义象学呢 仁义象学的意思就是 Doctrine of Signature Signature 这个字词 是由两个字所造成的 Sign 意思是标记 Nature 意思是本质 换句话说 组合成一种本质的标记 在这个世界上 生物与非生物 都一定有它自己的本质 那什么是它的标记呢 就是标记着本质 意思是它是特别的性质 亦是代表着 它有特别的治愈能力 例如像胡萝卜 胡萝卜 胡萝卜如果切开它 它的样子就像一只眼睛 现在现代的营养学 也已经驗出来 它里面含有碑头胡萝卜素 就证明对眼睛是非常好 这是一个仁义象学的治疗 例如像毛花果 毛花果里面充满种子 而且毛花果的果实 整对圆挂着 而且它里面充满叶酸 都能够促进男性的精子活动和数量 所以在这方面的 促进生育的能力是非常好 原来是这样的 现实信世疗法也挺有趣 想问教授其实难不难呢 其实所有信世疗法医生都应该被训练到 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毒物 矿物 植物都能够听得懂 聆听清楚他们的话语 亦都能够看穿他们所有的行为 的模式 亦从而了解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平衡和关系 其实基本来说 我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不断地奏着两首歌 一首是人性的歌 人性的歌是由我们的历史 文化 教育和经历所造成的 而在这首人性的歌奏着的歌 同时轻轻地奏着另一首非人性的歌 这首非人性的歌虽然是轻轻地奏着 但是它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地方 我们经常听到大同与小异 因为这种分别令我们有很大的区别 会造成我们在疾病上的不同 做事方式的不同 看法上的不同 以及我们的人生都不同 甚至我们的死亡状态都是一样 而在上世条法过去的200年里 我们的治疗目标都很集中 将这首非人性的歌 即所谓叫Delution 妄念 是带走远离我们的心灵 并让我们从来健康 在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 我们香港信世疗法医学会 就会在香港湾仔伊利沙巴体育馆里面 举办一个大型的展览和广座 题目就是 信世疗法的科学与艺术 疾病是一种网念 在届时我们就会很详细地 以及用很多不同的资料 去向我们的观众讲解 我们的精神问题 我们的情绪疾病 是如何跟我们的网念 紧紧地联系 从而我们都会介绍 真真正正正根治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 好 多谢杜嘉伦教授 我们这么精彩的讲解 今天时间就够了 下一集我们就会再谈及 关于情感撕裂的问题